本集主要讲 第一 为什么宝钗看着不正常 第二 为什么黛玉看到宝钗秀肚兜不生气 第三 为什么习人升职加薪以后还要敲打宝玉 上一集的末尾 宝钗带领我们 在大中午突击检查了怡红院 这让我们发现除了习人 所有的人都在睡觉 习人为什么没睡呢 因为他要给宝玉赶小咬 你可以不喜欢习人 但是不能不佩服他的工作态度 除了赶虫子 习人还在做针线 宝钗看到这是一个白鳞红里的肚兜 也就是里外两层 外面是白色 里面是红色的肚兜 上面绣着鸳鸯细帘的花样 红色的莲花 绿色的荷叶 还有五色的鸳鸯 宝钗经不住赞叹 习人的手工真好 还问 这是给谁做的 值得费这么大的功夫 习人对着床上的宝玉 奴嘴示意 宝钗笑着说 宝玉这么大了 咋还带肚兜呢 习人说 宝玉是不想带的 可是因为自己用心做了 宝玉就不得不带 他还说 现在天气热 睡觉的时候被子盖得不严 如果有肚兜就不怕着凉了 宝玉现在带的那个 比眼前做的这个还下功夫呢 宝钗笑着说 这也亏得习人有耐心 之前那些对这次抽查还不满意的小伙伴可以看看 习人为了宝玉不着凉 下了多少功夫啊 你能找到这么负责任的保姆吗 为什么他要找史湘云 找婴儿打烙子呢 不是因为偷懒 而是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针线活要做 他是用自己的用心来打动宝玉 让宝玉听话 这其实也是抓住了宝玉重情的弱点 习人说今天绣了很久了 脖子酸就让宝钗坐一会儿 自己出去走走 宝钗盯着肚兜看 一不留心就坐到了习人坐的地方 因为看到肚兜的花样实在可爱 他就用不油的拿起针替习人绣了下去 这里出现的不留心和不油的 在配上之前他的顺路走到怡红院 宝钗所有的行为都貌似非常偶然 甚至有点身不由己 但其背后却体现出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些行动跟以往宝姐姐 客观理性的行为很不一样 让我们想想之前的盲仲杰 宝姐姐走到了萧香馆门口 她一看到宝玉就立刻撤退了 走到堤翠亭附近 听到丫头要开窗也立刻反应了 哪里会不留心不由得 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宝钗已经有所变化了 另外这些行为跟以往宝姐姐 纪律委员的形象差异也很大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还为表弟绣内衣 这在之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我知道喜欢宝姐姐的小伙伴 肯定有一堆理由说 这件事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就算是现在 表姐给表弟做内衣内裤 你不觉得怪怪的吗 更何况是那个年代 所以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的性质都是比较暧昧的 不然呢我们也看不到下面的这一段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就在这个暧昧的时候 林黛玉跟史湘云来了 你还记得宝玉跟秦文吵完架 黛玉过来嘲笑他们两个吗 当时黛玉就说 他把习人当嫂子看 这个时候习人迈进了一大步 黛玉当然要过来 跟习人开开玩笑了 两个人来到院子里 看到静悄悄的 湘云就跑到厢房去找习人 从这里我们看到 习人除了在宝玉卧室 有个休息的地方之外 他还额外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黛玉则走到宝玉窗外 隔着窗纱往里看 他看到宝玉穿着银红色的沙衫 随便睡在床上 而宝钗呢 则坐在旁边做针线 旁边还放着浮沉 这里的随便两个字很重要 什么叫做随便睡呢 就是睡得很不规矩 四仰八叉地睡着 姿势不优美 黛玉看到这个情况 就赶快藏起来 用手捂着嘴不敢笑 然后招手叫香芸 憨憨的香芸也就过来看了 本来也想笑 但是他想到宝钗对他很厚道 所以也捂住了嘴巴 他还怕黛玉当面去笑话宝钗 就赶快拉起黛玉走开 说自己想起来 其人说过 中午他在池子里去洗衣上 黛玉是冰雪聪明的 立刻就知道了香芸的意思 冷笑着就跟他走开了 这里黛玉的反应 是很值得思考的 他看到这个场景 为什么会想笑呢 按常理 他是应该 要么吃醋 要么愤怒 要么伤心才对吧 对于这一点呢 各种解释很多 但老杨还是想用 最简单的方法 举个例子 让你体会一下 假设你现在在上学 班上的纪律委员 整天都说你 这里做得不好 那里做得不对 可是有一天 你偶然看到 他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是不是 先一阵惊喜 然后想 小样 居然你也有这一天呢 然后就赶快掏出手机 把这个场景拍下来 接着 要么拿这个证据 当场给对方一个难看 要么就先放着 当做未来谈判的筹码 其实黛玉现在 也是这个反应 他第一时间先藏起来 就是怕宝钗发现 破坏现场 而他叫湘芸过来 就是把对方当做了手机 想对这个场景做个见证 只是可惜 湘芸看到立刻怂了 直接拉黛玉撤退 这让黛玉没法继续发挥 所以他就冷笑了 你看到了吧 在关键的时候 手机是比闺蜜更可靠的 那么黛玉会不会吃醋呢 事后有点吃醋 也有可能 但是在当时这么快的时间里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小信 也就是抓个理由 笑话宝钗 你还记得34回末尾吗 他在花音之下 看到宝钗哭了的样子 就立刻开宝钗的玩笑 而湘芸呢 也正是怕黛玉这一贯的坏毛病 所以才把他拉开了 当然 在宝玉说了 你放心之后 黛玉在面对宝钗 想到金玉良缘的时候 自信了很多 不会再那么敏感了 你以为黛玉走了 这场戏就完了 最重要的戏现在才开始 那就是宝钗才刚刚做了两三个花瓣 就突然听到宝玉说梦话 而这个梦话是喊骂出来的 他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德 什么是金玉良缘 我偏说是木石英缘 这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 直接把宝姐姐说呆了 为什么宝钗会呆呢 在上一回 宝钗让婴儿给通灵宝玉打烙子的时候 老杨就说过 宝钗转变心态了 金沛玉的烙子 是他转变心态的重要信号 之前的宝钗 真没有重视过金玉良缘 高傲的他 一直觉得这很没意思 但是宝玉挨打 薛盘酒后发疯 让宝钗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 一晚上没睡的结果就是 他认为跟宝玉在一起生活 也是可以考虑的 给通灵宝玉打金线烙子的方案 就是按示宝钗接受了金玉良缘 而今天这一串 顺路 不留心 不由得 都是这种想法的体现 但是宝姐姐还是很克制的 为什么老杨这么说呢 因为他绣的是花瓣 并没有绣鸳鸯 绣鸳鸯的暗示 明显比花瓣强得多 那么 这又是什么花的花瓣呢 荷花 代表待遇的荷花 请你体会一下 这是不是有点 替别人做嫁衣上的感觉呢 而更重要的打击 是上面宝玉的这句话 宝玉说的是 和尚道士的话 不能信 自己不选金玉因缘 而选牧食因缘 而且请你注意 宝玉不是温和的说这句话 而是喊骂 也就是哭喊和叫骂出来的 在斯文的宝玉身上 用这个词 你可以想象他的激动程度 而这种情绪表现的 正是宝玉的坚定信念 这就像是一盆冷水 当头泼向可怜的宝姐姐 她满心对未来的憧憬 给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碰得粉碎 所以她直接呆了 请大家给宝姐姐 默哀三秒钟 金玉良缘 我们在前面提过很多次 她就是赖头和尚 说给薛家的一个预言 因为牧食因缘 这个词是第一次出现 所以老杨简单讲讲 有小伙伴说 降猪草明明是草 怎么会是木呢 这是因为 草本和木本的植物分类 是近代的西方科学 中国传统中 草木是同一类 这就像是 现在看 本草钢木中 很多药都是树上的部分 并不都是草一样 因此 黛玉一直说 自己是草木之人 是没有问题的 而这个 食的困惑更大 明明是宝玉跟黛玉的因缘 怎么跟通灵宝玉 这个老食子有关系呢 对此 我还看到 很多人甚至都联想到 三生石上面去了 有这个困惑很正常 因为包括高厄都困惑了 所以他说 通灵宝玉 神阴侍者和贾宝玉是一体的 其实这里用石 来代表贾宝玉的上一代 神阴侍者是很正常的 因为 阴这个字 本身就是指 像玉一样的美食 它虽然是仙人 但它也是个石头 所以 无论是这里说的 牧师因缘 还是前面说的 牧师前盟 都说的是上一辈子 降猪草和神阴侍者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 席人回来了 席人看到宝玉还没醒 就说 他已经见过黛玉和湘芸了 问他们有没有进来 宝钗说 没有 宝钗问他们 有没有给席人说什么 席人就说 都是一些玩话 宝钗说 这可不是玩话 自己本来也是要告诉他的 可是席人急着走了 就在这个时候 凤姐派人来找席人了 宝钗说 这应该是正式通知席人 席人只好叫醒两个丫头 伺候宝玉 然后跟宝钗一起出了怡红院 去找凤姐 在这里 视角离开了我们可怜的宝姐姐 跟着席人来到凤姐这里 果然是凤姐通知她 升职加薪的事情 凤姐让她给王夫人磕头就行了 不用去见贾母 这个惊喜呢 弄得席人很不好意思 见过王夫人回来 宝玉睡醒了 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 席人才详细描述了情况 宝玉喜不自禁 笑着问席人 这下她可回不去了吧 她还提到 之前花节雨的时候 席人拿药走吓唬自己 可是这里呢 席人的反应就很意外了 她说宝玉说的不对 以后自己就是王夫人的人 如果要走 就直接找王夫人 连宝玉都不用通知了 宝玉说 这么走会让别人说自己不好 而且席人走了也没意思 其人说 这不是有意思没意思的事 难道宝玉做了强盗 自己都要跟着吗 实在不行 还有个极端的选择 死呢 人中有意思 看不见也就算了 请你注意 上面这段话的场景 这是在两个人大喜之下 没有别的人的私下场合说的 你有没有感到 这很煞风景啊 一般人这个时候肯定是喝点小酒 happy一下吧 可为什么席人还要敲打宝玉呢 我们仔细看看就能更理解席人了 一开始 席人是先反对 宝玉说的 他以后不能再走了 这其实跟王夫人说 不能给席人一个名分的第三条理由是对应的 如果现在他当了宝玉的妾 那就真的不能走 没法吓唬宝玉了 接着 宝玉觉得席人说的有道理 他就说席人走了没意思 这个没意思就明显是小孩的话了 难道人家席人只有陪着你才有意思啊 所以席人听了也笑了 说如果宝玉不走正路 自己就不跟着他了 席人说的做盗贼只是一个走邪路的比喻 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让宝玉听自己的劝 往王夫人和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 如果宝玉不听劝 席人又走不了会怎么样呢 他说最后还有一死呢 如果宝玉执迷不悟 自己哪怕是死了 也不去听不去看了 你看到没 一般人在升职加薪的当天晚上 会不会这么想这么说呢 如果说席人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追求一个姨娘的身份 那这一天这个目标已经完成了一多半 就差一个名分了 而且只要一切正常 这个名分也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席人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那是不是可以放松一下了 可是席人并没有这么做 他在这个时候依然抓住机会告诫宝玉 而且对照之前的花结雨 席人的态度不但没有变弱 反而变得更强了 这也正是前面薛姨妈说的 和气里头带着刚硬要强 一个丫头能做到这种地步 绝对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里其实充分说明 席人是真的一心为保育好 对比中国传统女性的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的生活态度 又或者是赵姨娘的唯利仕途和短视 席人的目光长远 柔中带刚 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所以在之前讲解席人这个名字的时候 老杨坚持认为 作者没有负面的意思 花气席人知骤暖 说的就是席人用自己的香 来照顾宝玉的日日夜夜 宝玉听见席人提到死 就立刻阻挡 席人也深知他的性情古怪 宝玉听到奉承的吉利话 就说这些虚伪 而听到真情表露 又会觉得感伤 所以他就后悔自己说的有点过了 赶快讲些宝玉喜欢的话题 调节气氛 宝玉喜欢什么呢 他喜欢春风秋月 粉淡之淫 也就是浪漫的话题 和女孩化妆相关的事情 可说着说着呢 又说到女孩如何好 再次谈到了死的上面 席人看到话又说回来了 就赶快捂住嘴巴不说了 宝玉正在信头上 就说了他的一段 关于文臣武将生死的语录 喜欢这个节目的小伙伴 请记得三连 下一集我们再接着一起读书吧